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就在不久前韩国天桃M官方网站首页的主事节更新啦 主事节啊讲话都台湾国语了 好更新内容蛮多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哪些内容吧 首先 第一个 龙王技能觉醒 在前两天有发布的龙斗跟王族四招核心技能 这边目前是只有四招没有更多 那更多技能可能要等到9月18号的官方直播或者是过两天 韩国可能会陆续释出在他们YouTube放出更多技能展示才会知道 现阶段就只有各四招 那我们往下看还有什么 职业转换 这次的职业转换有点让人悲剧 因为他同时开放了龙斗士跟王族的职业转换 那对于原生王族来说是相当的不公平 我其实不太了解为什么NC要做这一波的操作 他可以开放龙斗转值 但他居然还开放了王族转值 相当的不解 不过我们还是看一下NC后面还会有什么样的 对原生王族的优待吧 首先往下看 最新的工程站 比齐岩城更大的城堡 雅丁城即将开放 这是所有工程站中最高的殿堂 那能够参加的血盟有哪些呢 就只有现存齐岩城的城盟可以参加 没错 只有现存的齐岩城 并且齐岩城的城盟可以选择一个友军同盟 一起参加 以台服举例的话就是9个区 然后每个区可以带2个盟 齐岩城加他都有友军盟 所以总共有18个血盟可以参加 类似的概念 然后齐岩城的城战 跟正 雅丁城的城战 他的城堡配置大概像这样子 四个红色区域是四个守护雕像的位置 中间蓝色区域是最高的守护者之塔 然后左两边有个内城门 以及一个外城门 然后守护者雕像会有带给你们不同的buff 以及工程兵器的运用 让战术上面能够更加的灵活性 那这个详细的内容要等到后续栏发放 工程的时间开放也不确定 所以一切的内容都要等之后韩国公告才会知道 应该是9月18号就会陆续跟大家讲了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TJ资讯 本次龙之怒版本的TJ依旧只有公告一张 就是特殊的符石兑换卷 那更多的TJ内容可能要等到9月18号的韩国直播 陆续跟大家公告有哪些TJ 现在我们只能尽情等待吧 等待 好下面再看一下 本次的更新系统还有蛮多内容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写盟组队的优化 就是在过去组队只能在写盟频道喊佳佳 让大家去主你 现在他直接把韩国天堂W的那个版本套过来 就是出现一个写盟快速组队系统 你可以直接开启这个页面 然后看到现在写盟成员的组队状态 直接点加号就可以加入那个组队 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利 不用每天在那边等别人组队 所以这个系统优化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早该开放了 下面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下面一个内容就是海贼岛的全面更新 海贼岛将不再绑定为礼拜天专属副本 而是开放成常态副本 并且出现了BOSS 所以以后海贼岛也是可能会加入的晚上 跨幅工程战的其中一环 海贼岛BOSS争夺战 类似这种概念 好我们再看下面还有什么内容呢 试炼之塔全面更新 第一个试炼之塔的那个玩法 可能有点变化 然后试炼之塔的内容 可能也可能做了一些变化 在他的排名 会将会是以计时 计时通关速度为主 等于说以后 尖似塔的怪物就是你清得越快 他就升得越快 你越快打完 他就越快结束 那就会有不同的排名方式 那至于怪物内容跟难度有没有更新呢 这个目前还没公告 所以等他更是开放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吧 好下面一个开放新的神话装备 首先是神话级的臂甲 以及爱丽丝锁链剑 就是龙都是改版嘛 所以开放了二阶的金武 下面一个内容就是 这个是指重生服啊 加开新的子辫子娃 还有加开三个那个守护星 好这边就是更新的初步内容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韩国这一次龙之怒版本的 那个纪念活动 分别是那个引龙之骨 以及那个计票购买 大概就这样子 那详细更多的内容可能要等到 9月18号的韩国官方网站 官方直播之后才会知道啦 好这支影片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